刚进了一个小萌兴的世界 一进来就看到他在打小海报 你要杀了我吗 朋友 你好 需要帮忙吗 吹海报 这萌兴挺善良啊 真不错 不过 如果我跟他说 这海报打掉可以活到60元时 圆石 坏了他生气了 不行我得再进一次 要圆石还不简单 我还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拿圆石 跟我来 看到那边的人没去救他 然后跟他一直对话就有圆石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哈 今天用伞兵去带萌兴 让他体验伞宝极致的嘴臭 那直接原神启动 你好呀 需要我帮忙吗 找宝箱 可以 跟我走 你怎么不动啊 他怎么听到转叮嘴他了 还真听到了 我这个角色的口头禅不要见怪 他站那不动了 看着我是吧 那我直接一个大招 怎么又不动了 他平时也这么说话吗 那可不 狗路过都得被骂两句 还有别的吗 啥意思 那我再给你整两句啊 之前带萌兴都是我几下就把boss秒了 多没意思 那今天只让萌兴也来体验点什么是核爆 你好呀 需要带你打怪不 打激动数去吧 好不过需要你的配合 再上安博 打boss新张员旁看着 然后我发出指令 立马蓄力攻击打boss了 那今天只让萌兴也来体验点什么是核爆 新年飞套就不换活 我完成了后大推大 打击你的致命一击 多少 哟 看来小萌兴上瘾了呀 今天带了个萌兴跟我说萌兵没一个强的我不信 你好呀 需要帮忙不 这看来是一个纯正小木星啊 我来带你打 我等你好久了 娜娜 看来纳西打名气很大呀 你朋友 我纳西打伤害还行 你伤害怎么突然变高了 那当然是元素反应了 还点什么 还点什么 我太阳光了 我真的想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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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起来 我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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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带了个萌兴跟我说他16抽出的伞兵 看得出来他很开心 也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爱伞兵 打啥都用他 但你也没必要争取硬打吧 你没发现你打了半天没掉血吗 看来这萌兴还不懂元素反应 那我来介绍他 这个角色 其实以前叫雷电国风 顾名思义 他需要雷电的力量 等雷雨天的时候 被雷劈一下试试 跟我来 被他劈一下也行 你死定了 你再去试试 赶快偷偷的给他挂个一 派蒙绅士逐渐揭开 历经三年五个国家 我们终于看到了和派蒙的首次相遇 我是谁来着 这次4.0几个重磅的星 快速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是卡池 上半林尼和夜兰 林尼特 在25期后 可以免费领制林尼特 下半钟离公子菲米尼 一个版本 两张人全卡 没有的玩家可一定不能错过 在封单 会有水下探索 和地面的比例 大概是五五开 目前来看 水下的怪物都非常可爱 包括boss 不仅可爱 还很可口 这次4.0 其次是大家很关注的 荒芒属性 目前来看 大概是敌人的一种特殊状态 需要特定的荒芒属性击破 可以让敌人退出这种形态 从而減弱敌人的实力 现在为了减少游玩难度 只要蒙星做完蒙的主线 前往封单的锚点会自动解锁 就可以快速前往封单了 新的剧情会有魔神任务 和林尼传说任务 到时候这几位新角色都会亮相 目前来看 封单的怪物大多都是机械 新boss也是机械体 不过 新地图会有很多可以交互的可爱动物 包括我们的配对界面和分层地图 都迎来了史诗级更新 封单还有12天就上线了 这3.8 我是一天都待得下去了 18次蒙星可以直接请往封单了 为了方便蒙星用完封单 老米这次是非常贴心 只要旅行者完成了蒙德的魔神任务 那通往封单的传送锚点会自动解锁 没错 是自动解锁 甚至都不需要你跑图去开 非常人性 那这样 我不就可以在封单也能带封星了 算一算日子 还有不到半个月 4.0就开启了 至中午的4.0前瞻 特意提前了直播时间 想必是这次封单的内容要远超之前 老样子 我也会第一时间把300元时兑换码 放在本视频的评论区里 大家没时间看的 我也会把前瞻的重点内容 做个汇总给大家 马上水之国就来了 到时候 做的视频里肯定都是水 应该不会还有人说我水视频吧 现在的蒙星这么高冷吗 问他需要帮忙不 直接回我一句 不用 谢谢 嘿 还怪礼貌呢 不行 我得留下来看看 蒙星怎么不知道我帮忙 那我可以拿点材料吗 偷偷跟着他 看看他干什么 眼影神童 这个我记得可不好拿 这有个神童挺难拿的 看到这棵树没 爬到顶上就拿到了 还去干嘛 咋不拿 啊 啥意思 啥意思 那越上不去啊 啊 这也可以啊 走 他又去干嘛了 接受不了的人才该自己粉丝原因 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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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